近期廣東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銅、山東等多個省份的企業 都被迫實施限電或減產措施 其中廣東東莞每週停電一次 其他省份則按高層指令 每週停電1至2天 為此有些企業索性提前優價 宣布在11長假之後再恢復生產 大規模限電 令很多中小型企業遭受重創 叫虎不蝶、東莞一家製造業老闆焦慮表示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山東一輪胎廠的產量更直線下降了20%至30% 有企業表示 這是今年以來限電最多的一次 安徽時事評論人士吳先生認為 10年前當局要求節能減排 強迫企業停工 是為了所謂環保 而這次限電停工 應該是出於政治利益 因此各地也將其作為一項政治任務 不過也有民眾認為 停電是因為中國能源不足 經濟下行 據廣東電網知情人士透露 這次廣東用電吃緊 與電源短缺有關 受到煤炭價格同供應的影響 當地的火力發電廠 至今無法滿負荷運行